各位善知识,华严经敬行评啊,现在是刚刚开始讲文术菩萨的大夫的文字。 文术的大夫,只是显音,大齐真音,有三段,第一,总称,总称,第二,别弦,第三,总结成一。 呃,现在是讲的别弦,就是一百四十一元,经文在第六页,第六页,呃,俊宋刚刚开始,这个别弦当中啊,呃,当愿众生的文字正好有一百四十一元。 这一百四十一元啊,呃,分为十段,第一,明在家十元,在家十元有十一元,分为四段,第一,总局在家,第二,在家行肖院,第三,受家事等元, 第四,在家,第一,第一,总局在家,就是开头的第一首诵,菩萨在家,当愿众生, 自家信空,免其逼迫,呃,这一首诵,总局在家,上次讲过了, 第二,第二,在家行肖院,就是孝室父母,当愿众生,善事与佛, 富养一切,呃,上次讲了一部分,呃,就是,在家,初心菩萨道,在家学佛呀, 第一,呃,呃,第一,要做到对上父母啊,要孝顺父母啊,要孝顺父母, 所以要孝顺父母,呃,于孝顺,奉似自己的生生父母, 那么,在孝顺父母的时候,心里这样子发愿,说,呃,应答,希望,一切众生啊, 都能孝顺父母,看父母如佛一样的,来尊经,就是大纪经,大纪经里面说的,啊, 那么,那么,善事与佛,善能奉似自己的生生父母,跟供养佛一样,啊, 佛在世时,由佛说法,佛不再是家里的父母,等于就是现在佛一样啊, 要这样子公顺,还要富养一切,富,富持,永富,啊,养啊,是供养, 那么,对自己的父母要爱父,要供养,那么,对一切众生都等事于佛, 看一切众生就跟佛一样,所以一样的要爱父众生,供养众生, 所以这个一切两个字,呃,有两种意思,对父母的供养,就是没有限制,没有条件,啊, 那么,一切做得到的范围,都要尽力的去供养父母,啊,抚养父母, 那么,对于一切,如果是对众生养,就是爱父,供养一切众生, 好像供养自己的父母一样的爱抚众生之心, 所以菩萨,处处,啊,不忘众生,时时不忘众生, 自己孝顺父母,也要希望众生,能这样子来学习,来做, 而达成,呢,这个,开始,行菩萨道的时候,啊,呃,应当做到的事,啊, 对于这个世间的孝道,啊,呃,上次讲过,古时流传由这个孝道的楷模,啊, 所谓二十四孝,有二十四孝的专书,这个二十四孝上次讲过有三种本子, 那么大致都有相同的了,啊,啊,那么,其中有一种,啊,是值得我们,啊,来学习,来深深地加以赞叹的, 就是汉朝有一位姓韩的,韩国的那个韩,啊,姓韩的,名字叫做伯鱼,啊,鱼啊,就是姓鱼人的鱼,啊, 这个这个韩伯鱼,呃,他对他的母亲孝顺了,无迷无违不知了, 呃,他的父亲早逝,早就去世了,呃,他只有一个母亲,啊, 那么他的母亲,啊,平常管教很严,从小的时候,假如有一点点小错误,啊, 他的母亲年纪越大了,就拿着拐杖,啊, 啊,那么看到他有错误,就将把他的拐杖就打他, 平常,啊,他的母亲认为他有错,打他的时候,啊, 他都跪在母亲的面前让他打,而且很欢喜地接受,啊, 那么打过了他,还要表示感谢礼拜,哎,那么这样子已经成为习惯过了相当一段时间, 后来他的母亲年纪很大了,有一天,啊,他的母亲又认为他有错,啊, 那么,那么又拿着拐杖打他了,这一次打他呀,他就哭起来了, 甚至哭得很伤痛啊,大声地哭了,他的母亲就觉得很奇怪啊, 我几十几二十年来经常打你呀,啊,以往你都是,啊,很欢喜地让我打, 而今天我打你,你为什么哭呢,他的母亲觉得特别奇怪,就问他, 你为什么哭啊,他说,过去母亲打我啊,都打得很痛,打得很痛啊, 啊,我心里很高兴,他打你痛,你高兴什么呢,他说,我给你打得很痛啊, 我知道母亲的身体很健康,有力气,啊,身体健康有力啊,才能够把我打得痛啊, 今天啊,今天为什么哭啊,那今天母亲打我,根本就不会痛了,不会痛, 哦,哎,不会痛,你怎么哭啊,不会痛,更是要高兴不要哭啊, 他说,不是的,今天母亲打我不痛啊,我就知道母亲的气力很衰落了, 年纪大了,已经没有力量打我了,打我都不痛了, 我伤痛,想到母亲啊,恐怕在世间的时间不会急,我想起来就哭了, 打痛不哭,不痛才哭,啊, 世间普通一般人打痛就哭,不痛不哭, 可是,波语啊,他打痛了不哭,高兴,他不痛才哭, 所以古人有作诗来赞叹他说, 不痛反三痛啊,啊, 清放脏极寒, 翻成缘已久啊, 洗一下静无端, 打痛了,不哭, 不痛了哭起来, 诶,这就很奇怪啊, 打得他不痛, 他反而是,呃, 刘露啊,痛哭起来了, 好像是无端无故的就在哭,啊, 那么这显示啊, 这个, 柏语的, 这个, 用心啊, 平常爱护他的, 供养, 尊敬他的母亲, 他,呃, 有的时候就故意做一件小错啊, 让母亲来打他, 来体验母亲的, 这个体力健康情况如何, 呃, 所以, 像这种校啊, 实在是,呃, 很特殊的, 在历史上, 我也只看到这一位, 另外有一本, 二十四校图说, 二十四校图说, 有画图的, 上面书名上啊, 有一个, 写这个图里面的, 这个校子的形状, 大概的提示, 呃, 这个二十四校图说里面啊, 有一个校子啊, 与佛教有关的, 呃, 是在北诗, 呃, 这记载在我们中国的这个正识二十五诗里面啊, 呃, 二十二十二十五诗里面, 就是北诗, 什么叫做北诗呢? 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, 南北朝, 呃, 我们中国的历史汉朝以后三国, 三国以后两景, 西景是统一天下, 东景是北方五福十六国, 后来分成南北朝, 南朝送其良成, 北朝就是北魏, 就是元魏啊, 多八魏, 呃, 北魏就是他姓, 后来改姓元, 那就称他元魏, 那么南北朝就称他就是北魏, 北魏到了后来分成东西魏, 后来就变成北齐北周, 从北魏开始到统一北方, 到东西魏, 到这个北齐北周, 啊, 一直到随朝统一, 啊, 在随朝随文帝统一之前, 那一段时间, 一直到五福十六国的最后一段, 啊, 就是北魏开始, 这一段时间呢, 叫做北魏, 北魏, 叫做北朝, 啊, 叫做北朝, 北朝历史就叫做北时, 南朝就叫做南时, 南时送其良成, 北时北魏, 啊, 呃, 后来分成东西魏, 还有, 啊, 后来变成北齐北周, 北魏, 啊, 这个北时的史书里面有记载的, 啊, 啊, 这, 所以, 这个二十四教图说里面, 啊, 他说, 北时里面, 啊, 有一位姓张的, 工厂张, 姓张的, 啊, 这个姓张的人呢, 名字叫做园, 就是我们前一园两园的那个园啊, 啊, 叫做张员, 张员他是河北人, 河北人, 啊, 他的祖父父亲都是做官的, 他的祖父叫做张成, 官做到这个, 呃, 这个太守啊, 就是一静的这个静守, 啊, 那么就是周下来的静, 古代的周下来的静, 啊, 那么做到这个静守, 就是官很大, 啊, 那么他的父亲曾做到工厂, 主部, 主部, 这个好像是这个秘书, 主任秘书之类的, 秘书长之类, 啊, 这个张员呢, 他的孝道, 是因为他的祖父年级大了, 双目世明, 两个眼睛都瞎了, 看不到, 啊, 他难过啊, 那个时候他, 他才, 才十几岁, 十几岁, 按照北史的记载啊, 是张员十六岁的时候, 他的祖父, 眼睛就瞎了, 看不到了, 看不到了, 他在家里, 适合他的祖父啊, 因为他, 呃, 他的祖父已经眼睛看不到, 也就不能做官了, 退休啊, 在家里, 啊, 那么他这个十六岁的张员, 就伺候他的祖父, 啊, 但是他也读书啊, 啊, 不过他最喜欢读的就是佛经, 啊, 他喜欢这个佛经, 读很多佛经啊, 等到他的祖父眼睛瞎了, 看不到的时候啊, 啊, 他就每天读诵佛经, 祈求三宝加倍啊, 希望他的祖父能够恢复光明, 啊, 那么有一天偶然呢, 看到钥匙经, 钥匙经, 钥匙流离光如来本愿公的经啊, 简称叫做钥匙经, 啊, 他看到这个钥匙经里面有这么一句, 忙者的是, 忙, 眼睛瞎了, 眼睛瞎了, 啊, 忙者的是, 他说这个眼睛瞎的人, 啊, 修钥匙法门呢, 会恢复光明, 能够看, 啊, 啊, 他看到这一句经啊, 他感动了, 有这么好的方法, 那我的祖父眼睛瞎了, 我现在就来求, 从, 呃, 那个时候发现了, 他就开始了, 天天自己读诵钥匙经, 啊, 修钥匙法门, 祈求他的祖父, 恢复光明, 啊, 把这个瞎掉的, 啊, 眼睛呢, 仗要是佛的, 啊, 这个消灾的力量啊, 希望他能够恢复原来的光明, 啊, 那么, 他后来就请了, 七, 七位, 这个, 出家人, 啊, 七位师父啊, 到他家里, 修钥匙法门, 点钥匙灯, 啊, 那么按照这个钥匙经里面的规定, 啊, 就是七天, 七天七夜, 啊, 读诵钥匙经, 点钥匙灯, 啊, 种种供养, 那么按照这个经文里面所说的, 他依照做, 啊, 那么天天在佛前祈求啊, 希望将这个钥匙佛的力量, 啊, 的加倍, 希望他的祖父啊, 能够恢复光明, 天天跟着, 还用功的在修这个钥匙法门, 修到第七天晚上啊, 他修得很累了, 大家休息的时候, 他也休息啊, 睡着的时候, 他在梦境中, 看到一位老人啊, 阿伯啊, 老人, 哦, 来到他的祖父面前, 他的祖父躺在床上, 哦, 那么这个老人啊, 拿着一个金币, 金币就是金的钳子了, 金字的钳子, 把他的祖父的眼睛啊, 剥开, 剥开把这个上面的一层梦啊, 把他拿掉, 拿掉之后, 替他服药, 他说好了好了, 就会光明了, 然后这个老人就离开了, 哦, 他的祖父就站起来了, 他说他看得到了, 高兴得不得了, 突然之间醒来, 诶, 是个梦啊, 原来是个梦啊, 是不是真有这种感应呢, 他希望有, 天亮之后就对家人说, 他说他梦见, 一位老人啊, 来治疗他的, 祖父啊, 那已经恢复光明了, 那么大家就更努力的念钥匙经, 念钥匙佛, 到了第三天, 就是七天功的圆满之后, 到又再三天, 就是十天了, 诶, 他的祖父睡醒之后, 起来啊, 诶, 眼睛一睁开, 真的看着看得到了, 完全恢复原来的光明啊, 啊, 高兴得不得了, 啊, 因此全家呀, 都修钥匙发明, 这是, 呃, 张元以修钥匙法门, 治疗他的祖父, 啊, 恢复这个眼睛的光明, 啊, 真正做到经文里面所说的, 忙者的事的功能, 那个时候在南北朝送的药诗经是早期翻译的, 我们现在送的药诗经是这个唐朝贤壮三藏翻译的, 这同本意义, 本质不一样啊, 但是他南北朝那个时候流通的, 是, 呃, 这个东京时代翻译的这个药诗经, 内容是相同的, 啊, 现在的藏经里面还保存住, 啊, 文字少微, 可以坚持一点, 啊, 那么这个张元这一位人啊, 他修钥匙法门, 使他的祖父恢复原来的光明, 这不但是表示他的孝道, 一方面, 也显示佛法里面所说的感应啊, 是不可思议的, 啊, 像这个张元治疗他的祖父的眼睛恢复光明, 按照药诗经里面, 他只看到这个忙者的事这一句话, 他诚心诚意的好好做, 真的就达成他的目标, 他的祖父就恢复光明了, 可见, 佛经里面所说的感应啊, 那是不可思议, 真正是可以能够做到的, 定义也能转成这个消除的, 所以因此之孤啊, 更可以证明啊, 佛法里面所说的都是诗人, 只要你如法做到, 都是可信的, 而张元这个人呢, 毕竟不是普通的一般人, 他从小就有很了不起的表现, 跟常人就不一样了, 我跟他这个二十四季校图说里面, 其他有关他的, 其他的事情他是没有记载了, 我翻看这个北史里面, 他这个记载是出在这个北史的第八十四卷, 北史里面有一章啊, 说孝道, 孝道章, 专讲在北朝里, 专门孝顺父母这类的孝子的记载啊, 属于这一章, 那么就在这个孝道这一章里面, 就有张元, 就是在北史的第八十四卷, 这个张元的记载的历史里面呢, 除掉他孝顺父母祖父之外, 他还有在小的时候啊, 有三件事情值得一提的, 第一啊, 他六岁的时候, 因为夏天天气很热, 那个时候他的祖父还是眼睛看得到啊, 还是很正常的时候了, 他的祖父就说, 今天天气很热, 带他到外边落天的地方啊, 要他洗澡, 要他洗澡, 可是他一直不肯, 我不在落天洗澡, 那么他的祖父一直要他洗, 他不洗, 那么他的祖父拿着拐杖就打他的头, 我教你洗, 你为什么不洗啊, 他说, 祖父不是这样的, 洗澡不能在露天啊, 我们为什么要穿衣服呢, 这个衣服就是遮蔽这个身体的丑陋的地方嘛, 为什么可以在露天当天呢, 把这个衣服脱开, 露天把体露出来, 泄露在身体露出来, 这个不好啊, 所以我不愿意洗啊, 他的祖父一听, 六岁就有大人的见识, 他那个时候六岁还没有读到这些书啊, 他就懂得, 不要在露天里把这个身体露出来, 是六岁的小孩子, 普通一般六岁小孩不是在都是在露天里洗澡吗, 尤其在游泳的时候更是露天的, 可是他就不肯, 这是第一点, 第二点呢, 他的家, 南边, 戈壁啊, 有人种, 戈壁的人种了一颗这个信, 信寿了, 信人, 做信人的那种信啊, 这个信结石的时候啊, 因为他这个兽都是伸过这个张家这边来了, 这个信子数了, 因为这个信寿很大, 信子信人数了都会掉, 掉到他的家的围墙里面来, 其他的小孩捡着就吃啊, 但是呢, 张元在五六岁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, 他看到人家的这个信, 掉到他的围墙的里面来啊, 他就把它捡, 捡好了, 送回邻居的家里去, 那这是你的, 我送还你, 啊, 这个邻居感动得不得了, 五六岁的小孩子, 啊, 那么普通一般小孩捡到就吃了, 可是他舍不得吃, 他也不敢吃, 他觉得这个不是他的, 他捡起来啊, 就送回这个信主的那边去啊, 地方上的人啊, 都非常的尊重他, 那这么小的小孩子就懂得这个礼貌, 这是第二, 第三, 他的家在乡村里养狗的并不多啊, 偶然他碰到游人把这个狗子啊, 养的小狗不要了, 他丢掉, 丢掉必定会饿死啊, 他看到很可怜啊, 因为他学佛呀, 啊, 从小就学佛, 他懂得这个慈悲, 啊, 就把这个小狗捡回来养, 捡回来养, 当然就要捡东西吃啊, 因为他家里做官了啊, 当然也是, 啊, 最起码是小康子家了, 啊, 不会养不起的了, 那么把这个, 呃, 人家不要的小狗他捡回来养, 他的叔父啊, 就骂他了, 那这个东西你要做什么啊, 啊, 人家丢掉了, 你捡回来, 呃, 他说不是的, 佛是慈悲的, 一切众生, 我们都要爱护他, 人家把他丢掉了, 他还小, 没有东西吃啊, 必定会冻死饿死啊, 我们要慈悲, 要爱护他呀, 他的叔父一听, 这么小的小孩子就懂, 懂得什么叫做慈悲了, 什么爱护众生了, 好吧好吧, 随你吧, 你要养就养吧, 呃, 这是第三点, 呃, 那么其他的, 以无关孝道的, 就不必一席说了, 那么这是在世间校上, 啊, 值得我们, 啊, 这个, 来, 这个, 最起码呀, 要知道有这些事, 啊, 二十四校里面, 也有学佛的, 啊, 那么学佛的张元, 而且以钥匙法门啊, 把他的祖父的眼睛治好了, 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, 很难得的事情, 上次我提到这个, 遗孝, 各局埋儿的遗孝, 呃, 我想到啊, 在莲池大师的主窗随笔里面, 也有批评这个事情, 莲池大师的主窗随笔, 这个主窗随笔里面, 他有这么一种说法, 他说, 诗传各局为母买儿, 天四之金, 父银儿自首食, 几何, 夫妇行, 省一点, 给他吃不就足了吗, 为什么要买呢, 他说这个, 把小孩带去买掉的, 呃, 这个不是买小孩啊, 是买他的母亲啊, 呃, 会把他的母亲的心买掉啊, 呃, 哪有遗到这么遗的事情啊, 呃, 所以他这个文字里面说, 据总即吃啊, 硬不至此, 有这么两句话, 他说, 工具在于吃啊, 硬当不会到这样子做吧, 把儿子买掉, 不是买儿子, 会把母亲的心买掉的, 跟着他的母亲的身也要买掉了, 呃, 哪有这么遗吃的, 他说, 纵然在于吃啊, 也不少遗吃到把儿子买掉的, 不是这样子, 他说, 应当不是这样子, 那么应当不是这样子, 应当是怎么样呢, 他说, 如果是, 呃, 这夫妇两个人都养不去这个儿子, 为了孝道啊, 养不去儿子啊, 不得已, 既无所出啊, 呃, 那么两个人, 呃, 商量好了, 就把这个小孩啊, 送到路边去, 让别人去捡去养吧, 可能是这样子, 气饮啊, 打算把这个小孩丢到路边, 呃, 让别人捡去养, 免之啊, 这个, 呃, 笑到办不好啊, 发生困难, 呃, 那么他正是要把这个儿子丢在路边的时候, 发现路边有一包金啊, 带回去, 你重为大父啊, 可能是这个样子吧, 啊, 他说, 呃, 呃, 呼到这个路边有金啊, 他得到了, 呼一得之筹下也, 啊, 这个连治大师说, 他这个金啊, 不是在筹头下面得到的, 啊, 呼一得之筹下也, 不是在筹头, 不是挖地挖下来, 要买儿子才挖到金, 他不是这样, 应当是在路边捡到的吧, 啊, 那么这个这样做啊, 假定是如此的话, 呃, 数级尽之啊, 比较尽, 尽于人情道理了, 不会太, 啊, 太愚痴吧, 所以可见这个关于这个这类的余消啊, 不但是我看不习惯了, 连这个连治大师都有评判, 啊, 那么从古以来, 啊, 对于这个二十四校里面的选择啊, 这都是有些认为, 不打头当的地方啊, 那么这是关于世间校, 啊, 不必说得太多了, 啊, 如果需要知道自己看这个有关校道, 尤其证词里面的有关校事方面的那一章, 都是值得看的啊, 呃, 我上次上次讲过, 谈到出家人, 那么已经出家了, 舍弃家庭了, 世间有这么一句话说, 出家无家呀, 一旦出家了, 就要忘掉自己的家, 那么出家人是不是还要孝道啊, 连治大师极力提倡这一点, 啊, 他这个, 呃, 他的这个著作里面也有这么一篇, 说, 我一生一孝父母, 出家人生, 代表出家人啊, 他说出家人, 应当也要孝顺父母, 啊, 呃, 他为什么说这个话呢, 他一看到就说, 有为生不孝父母者, 于生贼之, 他说, 他看到有这个出家人啊, 对自己生生父母不孝的, 他生生贼备他, 贼备他,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啊, 呃, 呃, 或者有人说, 呃, 出家人既然是慈性割爱了, 呃, 那么如果还是在注重孝道的话, 不会牵动他的爱心吗, 那他怎么能够超出三界啊, 呃, 那么连治大师接下去就说, 我, 喝他, 大声喝, 我, 呃, 伺侯爷爷, 你说的什么话, 呃, 伺侯爷爷, 我们现在的白话来说, 你说的什么话, 你干啥呗, 呃, 你说的什么话, 我, 你说的什么话, 去喝止他一顿, 然后说, 大笑释迦尊啊, 雷戒报庆恩, 呃, 地恩陈正约, 冠网经也说, 戒是万幸之首啊, 也是, 呃, 呃, 孝明为戒, 呃, 而冠无量寿经, 呃, 冠金三福里面, 一开头就说, 要孝养父母, 奉仕师长, 呃, 怎么可以说, 出嫁就不讲就孝道啊, 这是什么话呀, 呃, 那你说, 离开家庭, 呃, 你对父母可以不孝顺, 免得牵动你的爱心, 免得被世间恩爱所牵动, 那我请问你, 你尊重那些供养你的侍族, 侍族是不是在家人, 他会不会牵动你的爱心, 你会不会被那些侍族所动, 所牵, 呃, 你需养弟子, 收弟子, 你的徒弟, 你的义子, 你是不是很爱护他, 会不会牵动你的爱心, 他说, 还又更糟的, 呃, 自己的父母不孤啊, 出了家之后, 还认别姓的人, 认为做父母的, 干巴干妈干地啊, 到这个不是更可笑啊, 自己生生父母丢掉, 不要而认那些干的, 呃, 这不像话呀, 所以, 呃, 连世大师在这个, 他的著作里面呢, 他对这个出家人, 对父母不孝的大声和之, 什么话, 大声和之, 不可以, 他在主窗随便里面, 有一段叫做出世间大笑, 呃, 他说, 这个出世间大笑啊, 就是要把父母都带进佛法, 呃, 使他能够啊, 修学佛法, 啊, 而得到真正的利苦得罗, 也就是七比狗里面所说的, 亲的利成狗啊, 指道方成就, 啊, 如果父母亲能够断反老了生死, 啊, 往生西方成佛道, 那指道才算成就啊, 所以出家人更是需要孝道, 而连世道是有一部著作叫做, 呃, 呃, 资门重行录, 资门重行录, 资门重行录里面有一章是专讲出家人的孝道, 引证古的, 对于, 呃, 自己的生生父母孝顺的那一种的实际情况啊, 把他引出来给做后人的母番, 里面, 呃, 有一个是齐, 就是宋齐良成南朝的齐朝的时候, 齐朝有一个道计法师, 他专讲诚实论, 他是研究诚实论的, 道计法师自己, 呃, 著作一部诚实论的著学, 呃, 他要到这个成立奖金的时候啊, 因为他兄弟姊妹都没了, 呃, 父亲也过世了, 只剩下一位年老的母亲, 年老的母亲啊, 腿又不方便, 不良一行, 呃, 要他供养, 要他侍候, 呃, 他对于他的生生母亲啊, 他极端的孝顺, 那么他要去奖金的时候啊, 挑个蛋, 挑蛋, 呃, 这一蛋是什么呢? 一边是, 摆在前面, 一边是, 就是他要讲的诚实论, 古代用写的, 呃, 都是字横达呀, 横厚很多嘛, 诚实论有二十二卷啊, 他要诚实论啊, 还有这些法, 呃, 这个法器啊, 呃, 奖金用的, 就是这一边, 呃, 那么后边呢, 就是, 他的母亲, 做一个篮子啊, 弄得很好的, 让他母亲坐在这个篮子里面, 呃, 他凡是要去奖金的时候, 就挑这么一蛋, 呃, 这一蛋呢, 前面的金, 后边的母亲, 呃, 这个塞光啊, 有这个,呃, 开金国求, 呃, 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, 懂不懂啊, 呃, 我从前, 我都学过的, 呃, 开金国求, 呃, 他这个调, 调的金, 呃, 那么讲笑道, 从哪里来, 就是从这个奇草的道记禅师, 道记法师来的, 他去奖金的时候啊, 呃, 因为他母亲不良一行啊, 他把母亲, 呃, 弄一个很好的篮子给他做, 弄很好的, 给很安定的给他做, 前面, 就是这个佛经, 呃, 法器, 呃, 这个袍衣等等, 摆在前面, 正好一蛋了, 所以挑出一蛋, 这个去奖金, 呃, 那么甚至他的母亲年老了, 行动不方便了, 大小便利, 通通都是他自己来, 呃, 来代劳的, 那么洗衣服啊, 洗脏的, 都是他自己洗, 人家要代替他, 他说, 不可以啊, 这是我的母亲啊, 不是你的母亲啊, 呃, 我的母亲辛苦养我长大啊, 我应当代劳啊, 呃, 这个我应当做的, 你们不能帮我忙, 他虽然当法师奖金说法, 他凡是去奖金, 如果到外边奖金, 就是挑这么一蛋, 挑这么一蛋, 呃, 呃, 就是流传下来, 呃, 做塞工的, 开金过后, 呃, 开金过求, 呃, 客家的塞工啊, 嗯, 呃, 这个, 电杠人说, 想法不为, 呵呵, 他就是挑这么一蛋啊, 呃, 因此他有这一, 这一个, 这一, 这一套的故事, 就是从这个, 奇调的道际法师, 那边来的, 这个故事, 这是出家人很好的, 这个孝顺父母的, 呃, 母帆呢, 呃, 如果有兄弟能够侍候, 当然是没有问题的, 假如都没了, 呃, 只剩下一个母亲, 一个父亲, 你不能, 呃, 不帮助他呀, 你不孝顺他, 不照顾他, 他怎么办呢, 呃, 还有, 唐朝的, 陈尊俗, 在家姓陈啊, 他后来出家了, 出家叫做道明啊, 法名叫做道明, 他曾亲建这个, 黄坡西院禅师, 参禅开悟, 呃, 他是住在牧州, 人家不敢称他的名字啊, 尊重他, 后来称他叫做, 呃, 陈牧州, 呃, 呃, 有的是称他陈尊俗, 兄弟没了, 只剩下一个老, 呃, 年老的母亲, 呃, 他要适合他的母亲啊, 出家, 就得住在寺庙里, 有不方便了, 因此他只好反俗啊, 回家去, 回家去做什么呢, 穿上在家衣服啊, 做在家的工作, 做什么呢, 他会做这个草鞋啊, 扶鞋, 扶草去做的鞋子, 他做这个草鞋啊, 来维持生活, 供养他的母亲, 孝顺母亲啊, 所以后人称他叫做陈福贤, 陈福贤, 呃, 你看这个陈尊俗, 他出家, 参参开屋了, 呃, 为了母亲, 没有人照顾, 他只好回家去啊, 呃, 做鞋子, 呃, 来为伯的收入啊, 来奉养他的母亲啊, 一直后来啊, 他就住在这个, 呃, 开元寺的旁边, 拢一个房子, 那么,呃, 这个早晚呢, 带着他的母亲念佛, 呃, 要求他的母亲故意三宝念佛, 后来往上的瑞相都很好, 这是,呃, 唐朝的陈尊俗, 本来出家, 为了孝顺他的母亲, 呃, 回家去啊, 呃, 做世间的工作, 来孝顺他的父母的, 母亲的, 这是一个, 宋朝, 由于长卢, 中纪长师, 长卢, 呃, 长卢是地方名, 他是, 跟这个长卢秀山是三厂开悟的, 呃, 那么他的父亲老早就过世了, 他的母亲年老没有人逝后, 他就把母亲带到, 呃, 他的住的寺庙去, 到长卢去, 呃, 呃, 很诚恳的要求他的母亲故意三宝, 呃, 受五件, 然后啊, 呃, 拢了个小佛堂, 给他的母亲每天教他念佛, 领导他念佛, 后来, 呃, 他的母亲就, 呃, 很安, 呃, 这个,呃, 所谓,呃, 身心安定的, 呃, 那么临终啊, 自由自在的往生了, 那么莲芝娜是对这个长卢禅师的这种的孝道啊, 他赞叹说, 呃, 那么度母往生, 呃, 那么这个报恩呢, 可以说是做到最究竟最彻底了, 呃, 所以对于出家人应当也要, 呃, 修学这个孝道啊, 假定假定自己的生生父母啊, 呃, 由兄弟姊妹来扶持来, 呃, 校道孝顺父母啊, 那么你只要好好的用功修行啊, 当然就没有问题, 假如没有人来照顾啊, 那必定要自己亲自去照顾他, 所以莲芝娜是的这个, 呃, 呃, 生生训日记里面, 就是对于出家, 出出家的人的教导啊, 呃, 生训日记, 生训日记里面, 他有供养父母资讯, 供养父母资讯, 他说出家人应当也要供养父母, 他就引证这个五分率第二十卷, 人里面, 啊, 我上次曾提到啊, 说佛弟子当中啊, 佛在世的时候, 佛弟子当中有一位, 毕临切破戳, 就是曼西最重的哪一位, 呃, 毕临切破戳啊, 他出家, 而且正欧罗汉国了, 呃, 可是他家里啊, 兄弟都没了, 而他的母亲啊, 很穷, 父亲也很穷, 生活很有困难, 呃, 因此, 呃, 他想要把自己, 呃, 人家供养他的衣服啊, 用的东西啊, 想要呃, 带回去给他的父母用, 不晓得, 会不会违反佛制, 是不是可以, 因为那个时候佛在世, 很方便了, 呃, 就去请问佛了, 那么, 师尊大夫说, 佛告诸比丘, 若人百年之中, 又间丹父, 走间丹母, 即是争其, 衣食供养, 有不能报须与之恩, 从今, 先诸比丘, 尽心尽受供养父母, 若不供养, 这重罪, 呃, 这是佛经口所说, 准许出家人呢, 要孝顺父母, 供养父母的, 他说人生在世间, 父母之恩, 呃, 尤其母亲, 左间丹父, 右间丹母, 一百年的时间, 呃, 用最真奇的东西来供养父母, 这样也还不能报答父母须与之恩, 呃, 何况是很普通的, 呃, 衣食等供养啊, 呃, 所以佛就对比丘们说, 从今天开始听就是准了, 准许, 准许所有的比修众们要尽心, 进行收来供养自己的生生父母, 如果自己的生生父母没有人供养的时候, 没有人孝顺侍后的时候, 呃, 你出家了, 不供养啊, 孝顺父母的话, 他在重罪, 罪有多重啊, 就不得而知了, 佛只是说, 得到很重的罪过, 呃, 尤其对于出家人的这个孝道啊, 更是提倡的无为不知, 为什么, 因为, 呃, 佛法传来中国呀, 中国的文化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, 呃, 那么一向就主张要行孝道, 呃, 佛法主张出家呀, 呃, 所以儒家的人不信佛的, 他就, 呃, 呃, 诽谤佛法呀, 他说佛教啊, 无父无君, 呃, 那么说一句不好听啊, 就怀那狗, 呃, 一公斤接连起怀那狗, 呃, 他无父无君, 对父母都不孝顺, 把父母都丢掉跑去出家的, 这个不要信他, 呃, 那么这个儒家一向就这样子来排斥佛教, 看佛教为异端, 那么如果真的学佛的人真的是如此的话, 那佛教到中国绝对没有办法生根, 绝对没有办法流传到今天, 所以有许多的祖师, 呃, 实行孝道, 提倡孝道, 而出家人一笑做母班来领导后人, 所以呀, 让那些要诽谤佛教的人嘴呀, 张不开来诽谤, 没有话好讲, 因为实际上并不如此啊, 你看前面的道计, 呃, 看前面的长庐禅师, 呃, 看成尊俗, 他们的孝顺父母的, 呃, 这个世间人未必能够做得到啊, 所以有这些好例子啊, 才有办法来对治那些毁谤佛法, 无父无君的那些说法, 呃, 那么因此佛在世的时候也有人这样来诽谤佛呀, 所以佛经里面有一部经叫做大方便佛报恩经, 报恩经, 简称叫做报恩经, 呃, 那里面就说明释迦牟尼佛他过去寻菩萨道的时候孝顺父母的事实, 现在他成佛了, 他还是要度化他的父母, 所以他的父亲靖范王去世的时候, 他也尽道孝道, 呃, 那么他的母亲生天, 生生的母亲摩耶夫人在逃离天, 他要入灭之前也到逃离天说法来度他的母亲, 呃, 那么, 呃, 还在逃离天说了一部地藏经, 呃, 地藏经啊, 呃, 从前有一位周静奏居师啊, 他说地藏经就是佛对在家在家弟子说的遗教, 呃, 所以他说地藏经就是在家佛弟子的遗教经, 呃, 他说因此之故啊, 你看地藏经里面地藏菩萨因地发心, 呃, 那个孝道的事迹就可以做在家学佛的人的很好的母班了, 呃, 所以他认为这是在家学佛的人的佛的遗教, 呃, 那么明白这一点佛法是提倡孝道的, 呃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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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关于另外有一种关于这个, 呃, 父母恩重南报经, 现在一般印的这个伪造的问题呀, 呃, 那么在不久之前去年呢, 82年二月, 呃, 狮子猴杂志里面, 呃, 也有一篇文章, 呃, 评论这个, 佛说父母恩重金的那个遗教的情况, 呃, 关于这一点呢, 呃, 那年师大师的祖创水笔里面也曾提到, 呃, 他认为这个呃, 呃, 我一造的父母恩重金, 有一利而有两害, 啊, 那么这个关于这个一利两害的问题呀, 呃, 我想因为上次讲过之后有人提出来问了, 啊, 就是关于这个父母恩重金的问题, 那么因为时间到了, 我们只好休息了, 那么下一节课啊, 再把这个问题再来说明, 啊, 我们休息15分钟再讲, 了吗? 了吗?